杰莉杰尔特张 谢谢主 Kevin 陪了 的儿女儿 去了美国芝加哥的大学 基督教的大学 – 拉什勒大学 所以她很感恩的 她就不断传这些照片来 看到她的学校 一个礼拜会有两次敬拜赞美聚会 还要请不同的港员来分享 还有一年会有四次的短孙 会去一些贫穷国家 譬如非洲、第三世界的国家做点宣 所以我也很感恩 所以多谢耶稣 哈利利亚 还不知为什么会给他一个一万元的奖务 美金 所以真是要归给耶稣 哈利利亚 多谢主 请大家一起为我分享神的话语去祷告 好 主耶稣多谢你 哈利利亚 是主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使用女儿 主要当Given不在的时候 主要我要接上这个棚 主要同样都是 我们敬拜会的精神就是 摄毁、摘底 死给耶稣看 亦都活给耶稣看 所以主我们多谢你 无论是什么情况 主要我们知道 最重要是你的同在 甚至要求你使用女儿的口 主要让你的话语可以释放出来 并且让顶姐妹生命得到 被建立和造就 多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 多谢主 哈利利亚 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说 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的时候 就会说 我这一生都是这样的了 注定了是这样的了 没办法了 我爸又不是李嘉诚 那没办法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怨天 游人 就好像 命运是 任由摆布 我都没办法了 但不是的 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也信了主要一帮 代表姊姊妹 原来是不同的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的生命 是会加上生命的色彩的 因为耶稣在我们的中间 阿们 所以破镜可以重圆 有病可以经历医治 灰心 譬如刚才说 我找到一个人很迷茫 找不到出路 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的时候 很奇妙 当你生命再次遇上耶稣 跟耶稣接轨的时候 整个生命再不一样 能够绽放生命的色彩 阿们 所以一会鼓励 有新年的朋友 你是未曾认识耶稣的 未曾信耶稣的 我鼓励你一会是一个好的机会 接受耶稣 哈利路亚 好 原来人一生的果效 不是任由命运去摆布 是可以你自己去活出来的 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刚才我敬拜队刚刚都宣读了这段经文 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 成为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来的 而这个心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心其实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信念 以及我们的眼光 记不记得吗 就是思想 信念 因为我会详细解释这三点的 刚才我又说了 应该是里面的风扇 对吗 对了 关掉它 我们刚才提到一个人物 刚才提到一个人物 就叫李嘉诚先生 他很厉害了 李嘉诚的powerpoint 让我们带他出来 为什么我会提他呢 就是因为最近暑假 有一部片叫《怪兽大学》 有没有看 就是李先生跟孙子去看 看完之后就发觉 很享受这个天伦乐 跟孙子一起去看 于是突然间想起了 其实一张这些3D电影的票 都不便宜的 是百元一张 还要跟孙子吃东西也很贵 他说不是一般家庭 或者基层家庭 是可以付出的 于是他突然间有感动 就是说 我包了香港几间的戏院 把票送给这些基层家庭 而我们木轮中心 是拿到最多一张票的 拿到100张票 而且每张票是有30元的麦当努卷 所以我就开始感谢主 因为我们一向都是为这些4大家族祈祷的 对不对 为什么为他祈祷呢 不是因为他特别有钱 如果他有钱人信耶稣就不同了 影响力更加大 所以我们看到某某先生又开始捐地给政府 李先生又开始做一些福利的事 就是新鸿基或者华茂 我们都是为他祈祷的 为到他的后人信耶稣祈祷 是的 那就不一样 他们的生意会合乎真理 于是我就详细再看看李先生 究竟他有什么特别 他成功致富是什么原因 他17岁就做推销员了 他没有读大学 但他有一些基本的人生的信念 做人的原则 我觉得是很好的 我于是冲要了他 有一些信念 他说对人是要诚恨 做事是要负责任 又要勤奋 并且听劝 想不到 他这么大的人物 他听劝 而且绝对不可以贪心 知人善任 他身边有三百个亲信 不是等于亲戚 是他觉得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 他是可以用这个人的 他发觉他看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开始用他 那他有三百个 所以他建立了很多很多大型的生意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知道 衣食住行很多东西 都是这个机构 就是这个集团 是他有主导的 在香港那里 还有就是 他说不能够失信于人 这个很重要 做生意 对了 要守信 另外他说 还有 有钱要大家赚 利润要大家分 很好 对不对 不会自己抢 自己拿 还有他说 要掌握新的资讯 这个人是不断去学习的 所以我们有机会都要学习 对不对 那你就掌握新的资讯 做事要投入 并且有使命感 哇 这些都是成功的要缺 但是我再看下去的时候 我发觉有两点 原来跟圣经是很吻合的 就是我一会儿要分享的两点 就是他说 他说眼睛不是紧紧 他钉在自己的小口袋 那些是小伤人 对了 他说眼光 不是眼睛 眼光 放在世界大市场的 就是大伤人 他说同样是伤人 他说眼光不同 境界不同 结果都不同 咦? 就是你的眼睛看着什么呢? 这个就是 其中一点就是眼光 对不对? 好 另外一点 下面就是 我们做任何事 就是他说 他说他做任何事 都应该有一番的红心壮志 立下伟大的目标 要有目标 并且用热成 去发挥事业的动力 就是这个目标 我们常说的异仗 我们的目标 刚才03的年轻人就说 我们要找目标 Amen 因为原来 人没有异仗 圣经说 就会放肆 就会灭亡 没有方向 所以我们有目标 并且 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异仗 异仗驱使我们前进 如果你没有方向 你不知道去哪 你就游下游下 但你有目标不同 你向着目标走 你会尽力 去走到那个地方 好了 这个就是李先生 另外就是 一个德国经济伦理学权威 叫埃利斯登 他就说什么呢 他就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德国其实重创 德国和日本 我下次会说日本 今次说德国 就是他经济开始起飞 但是这个 权威 经济权威 他是说什么呢 他竟然说了一句说话 就是说 他说如果没有精神资源 就不会在经济上复苏 咦? 很特别 他不是讲经济资源 他是讲精神资源 咦? 同样是讲思想 就是你怎样想 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复苏 是息息相关 有没有想过呢? 所以就是 原来我们人的思维的方式 是不单单改变一个人 李嘉诚一个例子 原来同样可以改变一个国家 就是德国 再次经济复苏 Amen 所以我们再看下去了 于是 我就 开始 预备这个 的广道 我就再看 就是赵蓉基牧师 赵蓉基牧师 他说有两条船 一条船就驶向东边 一条船就驶向西边 那我就好笑 我就上山时就问年青人 咦? 为什么一条船会驶向左边 一条船驶向右边 他们很厉害 立即回答我 因为地球是圆的 这个是圆形的定律 有人会见到 有人会说不是这样的意思 原来他们想得很深奥 原来很简单 赵蓉基牧师就是在说 我没有事的 你的帆阳起的时候 你怎样阳起 便驶向哪边 他的意思就是说 原来这个帆代表我们的思想 就是你迈向成功 还是迈向失败 就是在这里决定的 所以我们的思想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人类 思考能力是神所做的 我们的思考力是神所做的 神做我们是很有创意的 所以透过这个创意 我们会发明很多东西 同样 原本《创世记》是说什么呢 他说神的创造 每一样都是什么 你们记得吗 他所创造的每一样都是好的 但是聚入了之后 撒旦就在破坏了 于是首先破坏的 同样是我们的思想 于是撒旦来拆毁我们 拆毁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带来很多负面的思想 而这些负面的思想特别是在成长过程里来的 成长过程呢 中国人都是说不要赚会赚坏的 都是会说 不行啊 不可以啊 我不能够啊 我不懂啊 是不是啊 好东西没有我份啊 全部都是这些思想来的 就很害怕什么呢 害怕穷啊 害怕没有啊 但其实未必是真的没有的 其实还有的 但是都害怕 有很多的我担心 于是呢 就是呢 我们呢 在思想里面呢 撒旦已经是 入侵了我们了 所以想的东西呢 都是什么呢 悲观的 是不是 还有啊 原来呢 你一直负面的思想 悲观思想呢 原来呢 你很多担心啊 那就是有八成呢 都不会是一定发生的 有八十个percent专家说 但是 就是你是不是说 过分忧虑了 但是这个忧虑是会使你什么呀 没有 是的 低沉 没有力去做 你是不想做 就于是坐在那里了 那所以在这里呢 仇敌呢 在时时呢 给我们很多的 一些的破坏在这里 记住了 仇敌要破坏我们 我们的思想 那于是错误思想 和正确的思想呢 原来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呢 带来不同的结果的 带来不同的结果 所以 接着你想了 咦 那我的思想 应该开始 选择 你的烦恋 让去哪一边 是成功那一边呢 还是失败那一边呢 就是不行 否定自己 否定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事情 是的 于是呢 那我就 就 很想呢 在这里分享呢 就是 我初信耶稣的时候呢 那我就回 Hugo的家序的 那Hugo就很鼓励 我们去传福音的 那我呢 听了我就回应的 那我呢 于是呢 我经常邀请我的行家 我就是银行的行家 去小组 去餐会 这样的 于是有个弟兄 看到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说 他说 Gunella 你是多仔妇 这么多朋友带来的 其实我没有生孩子 突然说我多仔妇 其实有点尴尬 但是 咦 我又不是 我又觉得 嗯 想一想 是的 熟灵多仔妇 也挺好啊 好 阿门 这样 是的 那我阿门 喂 猜不到 我就吃了这一 就是这个 这一样东西下去 嗯 就是正面的东西 其实 是的 那我就在阿门之后呢 很奇妙啊 那就是是不是等于 你大亲人回教会 都会相信耶稣 呢 未必的 就是都会有一些落空的 对不对 有些来一来就走了 那但是 我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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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吃了什么 就是我是熟灵多仔妇 那都感恩了 后期就是 肉身都有三个 是的 那接着我吃了 那很奇妙啊 那我就开始 哇 邀请朋友 行家 家人 一路去上教会 去餐会 未来就要餐会了 所以订票 那就 感恩就是 我一看回 就是 很奇妙 就是 我 633区的 长老 就是我 其实 那对夫妇 就是我以前的麻雀 是的 现在是 633区的长老 接着 她的外母 就是 以前越大打 30越少打29的 就是 有空过大海 什么叫 30打29 就是打麻雀 是的 就有空过大海 现在是 跟着娟姐 丽人会 是不断去其他国家 分享见证 Amen 还有就是 第七区的 区长 那就是 长老 第七区的长老 好了 就是 有一次 在会展 我上台作见证 就是透过我的生命 我带了很多人 回教会的时候 原来是一连串 那你就生了 就是 很感谢主 我歌嫂现在 就是在长者区的服侍 是不是 佩山 就是蔡偉 就是在年轻人区的服侍 就是我 都是我的家人 那么 就加上 就是 透过我带 我带信主 然后后面有一堆 带信主 六三三区 整个区 都走出来 等等 于是 当时 Andreel 就是第七区的长老 他刚刚 由传统教会 过来敬拜会 当他见完之后 他很深刻 他说 我要这只 我不知道 他后期说 见证我才知道 他说 我要这只 他就是这样 说了一句 我要这只 今天 他的区已经二千人 Amen Hallelujah 所以 你不知道 你继续杀种 你杀种 你相信 你听到的 你就是主 我要这只 你就凭信心要 就是 就像我昔日 凭信心 好 我就要做 淑灵多 仔婆 Amen 结果 神就可以做了 所以今天 我们怎么去回应 这个就是你的信念 行不行 你的信念 如果你说 哪有关我的事 不论到我的了 又是 哪个就行 花花就行 你看他这么聪明 那你就没有了 你不信 就没有了 但你相信 就有了 所以今天 我们再继续了 所以 第一件事 很重要 就是 要有信心的思想 大家不如一起跟我说 第一件事 要有信心的思想 Amen 相信什么呢 相信什么呢 相信神 亦都相信自己 很多时候 对自己是没有信心 我刚才说的 尤其是因为我们成长过程 但你记住 相信神 选择你 是没有选错的 因为你的生命里面 一定有一些特质 是跟人不同的 我有的 你没有 你有的 我没有 所以我们是 很公平的 神对我们是很公平的 譬如你不要看外面 神看 耶和说看人 是看内心的 不要看外表 可能你有个忍耐 我是没有的 可能我是很急躁的 但你很温柔 是的 所以 不要看外表 是的 所以有些人就说 哇 做东西很厉害的 我看都不明白的 是的 学了很多次 那个饼也做不起的 所以 每个人是不同的 不需要比较 但是一定有一些特质 在你身上 是神选你的 Amen 你要相信 你相信不相信 相信 是的 在你生命里面 有些特质 是的 是神很欣赏的 于是 你要把你的信心 是放在神里面 你相信神选你 没有选错 Amen 好 还有 就是不在乎 今天的你 可能今天 你好 是一个无名小卒 是的 但是 记得 只在乎什么呢 这个是 张某松牧师说的 只在乎 明天的你 今天 你不要看少你自己 好 有一句的圣经 就是说 约白记八章七节 你起初 什么 虽然微小 终究 甚必 发达 这个发达 不是代表你 肉身很多钱 这个发达 在属灵里面 我说的 在属灵里面 终究 甚必 发达 是的 那就是 你今天 可能是一粒小种子 不要看轻 这粒小种子 只要 你栽种它 它有一天 会发芽 生长 成为大树 Amen 是的 所以你不要看轻你自己 只要什么呢 很重要 将你的生命交给神 将你的生命交给神 你的生命再不一样 正如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发觉 咦 很多忧愁 很多迷惘 很多迷惘 开始没有了 这个是第一步 将你的生命交给主 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正如圣经人物 里面有两个都是 是的 就是 一个就是 约瑟 他是监犯 不是监犯 其实是被屈 入獄 但是最后成为 埃及的宰相 另外一个就是摩西 是被弃的婴孩 但是接着 却是神使用它 去拯救以色列 离开遗牢之家 是的 所以我们看到 都是微小开始 但是他愿意生命交给主 于是生命不一样 那好了 这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 将生命交给神 你不如跟我说 将生命交给神 阿们 好 第二 就是要凭信心 回应神的说话 为什么 大家都信主 但是 都是有点不同的 对不对 为什么他可以信得 这么精彩 天天有见证 天天有分享 为什么 我没有 难道神爱他多些 爱我少些 原来不是 道是一起听 但是 我们怎么回应 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 刚才花花也有带出来了 五饼二鱼的故事 就是耶稣在抗野里面 很多人追随着他 听他的道 听他的分享 并且因为耶稣 他有能力流出来 于是那些人追随着他 就是什么 经历医病 赶鬼 对了 所以很奇妙 于是那些人追着他 要去听 听究竟耶稣说了什么 所以有一个渴慕的心 于是夜了 耶稣就跟门徒说了 现在夜了 你们去买这些食物 去给这班人吃 给这班人吃 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吗 圣经就说五千个人 但是其实犹太人的记载 就是记男人的数目 那你想想 男人都五千 女人更多 加上小孩 于是门徒 一个叫肥力 他听了之后 他立刻就计数了 打开银包 哇 二十两银子 跟着跟耶稣说 耶稣我这里有二十两银子 不过我买了 都不够为这里的人 二十两银子当时是一年的工资 一年的工资 不够饮 何况一袋 你哪里有事多呢 是吧 那里没有食物 没得买 所以他想很多事 就是什么呢 是不行 没有可能 但是另一个门徒 就叫做什么 安德里拉 对了 我的儿子的名字 Andrew 他听到之后 他立刻回应 他回应神的话 他没有想 没有可能的事 他就回应了 于是就视为看了 咦 究竟哪个 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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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只是在一个小朋友那里 拿到一个便当 还有五个大麦饼 两条小鱼 其实呢 不是有钱人的便当 麦饼 粗麦 大麦饼 如果有钱的应该是吃什么呢 幼麦 滑一点嘛 对不对 但是现在为了健康我们吃粗麦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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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大麦饼 两条小鱼 那些大人的食物 难道大人没有带食物 不是的 其实大人很可能知道 安德烈去找食物 立刻是什么 收藏了 我也不够吃了 对不对 所以那些小朋友就很单纯 立刻就 啊这里有啊 安德烈就拿了 拿了就不想了 不会看看 哇这么少 怎么办 怎么交差 没有 他立刻就拿去给耶稣 耶稣我找到 有食物了 那耶稣有没有说他 有没有说他 怎么搞错啊 这么少 有没有 没有 耶稣立刻就什么 拿起这个食物 于是呢 他就不是向人说话 他就向神说 祝福这个食物 然后就不抹开 祝福了就不抹开 然后神迹就发生了 就能够喂饱 五千个男人 加上小朋友 相信大约有一万人 喂饱了 这个五千个人之后呢 然后呢 还有几多男的食物 剩下了 十二男 耶稣就说 那些食物不要糟蹋 不要浪费 是的 那就收回它 可以继续吃 Amen 所以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当耶稣 他其实这样说的时候 原来是耶稣 是有一个 有一个试探 他门徒的反应 的动机在那儿 所以今天 你听到神的说话的时候 你怎么回应呢 主说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咦 听不到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Amen 哈利路亚 所以就是了 你能不能听到上帝的说话的时候 你就Amen 你就相信主必然成就 所以当若书雅说 至于我和我家都必定是奉耶和华的时候 哇 我宣告了很多次 至于我和我家都必定是奉耶和华 然后我宣告宣告下 我就觉得不够 然后我就怎么宣告呢 至于我和我家族都要是奉耶和华 Amen 神就听祷告了 我家族的人 真的起来服侍神 Amen 所以是很感恩的 所以今天 你听到神的说话 你看到神的说话 你里面怎样回应呢 还是 哎 都是这样 听到一些见证 哎 听过了 就是 没有着弱呢 是的 就是没有反应呢 还是不是 我听到之后 主要 我要这只 我就要这只 神就是这样发生了 当你要的时候 主就在你生命里面 在你家庭里面 在你公司里面 在你学校里面 在你可以影响的范围里面 就可以发生神迹了 Amen 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 就是你怎样栽种 你怎样栽种这一粒信心的种子 在你里面 开始让它发芽生长呢 所以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 你要栽种这个种子 就是要在 要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有两段经文 马可福音 对了 马可福音 耶稣就说了 九章二十三节 他说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Amen 所以你若能信 你信不信呢 哎 信 这回应都是 都是半信半疑 我希望听完之后 你会信心大 信 不过 有一个爸爸 是不是 就是他儿子 癫痫病 是不是 就是每次跌在水里面 跌在火里面 那耶稣 就是他的门徒 为他祈祷医治 不得到医治的时候 那那个爸爸就问耶稣 耶稣啊 为什么你的门徒 医不好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被鬼附 是的 于是 耶稣 就为他的儿子 就是祈祷了 那那个癫痫病 那个鬼一走 他儿子 那一刻跌倒 就好像死了一样 对不对 但是跟着起身 起身 就完全得医治 得释放 Amen 这个病就可以康复了 所以这里就是了 他说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是凡事都能 那这个耶稣 耶稣就问这个爸爸 先的 他就问了 你信不信 你相信我能作这事吗 那这个爸爸怎么回应呢 他好像刚才你们的反应 信不是不信 不过 很多时候我们会加不过 这个爸爸也是 这个爸爸就说 主呀我信的 不过我信不够 我求你加给我信心 行不行 你现在说了 主呀我信的 我信不够 求你加给我信心 信心是可以求的 Amen 你可以求的 但千万不要说不行 主我不够信心 你帮我 Amen 连这个信心 都是神可以帮我们的 于是耶稣就是这样说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Amen 主我要 我要这样去经历你 Amen 接着 罗马书10章17节 这个信是怎样来的呢 一起读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就很重要了 今天你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你听什么呢 你听世界那些东西 还是听上帝的说话呢 世界那些都是负面的 都是不行的 都是没用的 所以你听什么是很重要的 今天需要留心听 就是听什么呢 神的话语 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所以必须是听圣经的说话 圣经的说话呢 全部都是正面的 世界的说话都是负面的 都是扭曲的 但是唯有神的说话呢 是鼓励的 是造就的 是安慰的 是劝勉的 Amen Hallelujah 所以就是 我们因此要扎根 所以要来教会听道就是这个意思 也都要什么呢 我们要扎根在教会里面成长 扎根在教会里面 有些人就做扎根是什么 是不是盆栽 不是 盆栽是能不能扎根的 只是盆里面 就是室内的温室的植物 就可以搬来搬去的 扎根的意思呢 就是在森林 是树林里面 真的生了在这里 不可以拔出来搬来搬去的 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同样是 你要扎根在教会里面 不要做兔子式的基督徒 就是什么 跳下这间教会 跳下那间教会 跳下那间教会 是的 然后有位台湾的牧师就这么说了 大教会 你只是一棵小草 就是不会被遗异的 小教会 你可以成为大树 因为小教会 极需要人帮忙服侍 对不对 那么呢 有问题的教会 你会成为神木 阿们 是的 所以你不要说 教会有问题 我走一转 每一间教会都有问题 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 所以怎么会没有呢 所以 仲在树林里面的树木 是特别绝壮的 因为什么呢 经历风吹雨打 还有野兽的爪痕 是不是 所以你不单单扎根在教会 你还要扎根在家序 因为透过家序 你可以服侍 你就会经历很多爪痕 那你就会 绝壮成长的了 是的 重要呢 当你越服侍的时候 黄先生很好 我们现在信主 就给了很多 占底我们的东西 就是 这个地方很骚髒 没有人扎 你不会说骚髒 你不会出声 因为没有人扎 你出声就是你要扎 但是只要你扎的话 那些人就会说 喂 扎得不干净 这里还有一条头发 就是你做的时候 就会有人谈的了 就会有人说你做得不够好的了 是的 所以你先预备 这个就叫爪痕 这个就是迫使你什么 绝壮成长 阿里路亚 所以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要跟有信心的人走在一起 为什么呢 树林里面的树木呢 你有没有在意呢 就是 它一定不可以矮过人的 因为不是矮过人 就是矮过其他树 因为它矮过其他树 被其他大树遮了 它吸收不了阳光 是不是 雨水都被人摘了 是不是 只是留在下面的地水 所以它会继续生长 继续高 所以你要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 你属灵生命会继续生长 你有没有留意呢 香港 就是地铁站对面的公园 叫做 西楼国公园都有木棉树 木棉树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树 知不知道 英雄树 为什么 罗文首歌 为什么呢 英雄树的意思就是 如果它旁边有另一棵树 它一定会长得高过旁边一棵树 住围村的姐妹会知道 它一定会高过的 所以叫英雄树 是的 它一定会高过旁边的植物 因为什么呢 它没有东西可以遮住 它吸收太阳的阳光 所以就是这样 同样都是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这样 还有 树木要 除了经历这些风雨 阳光 还要什么呢 要有天然的 营养 是不是 那些叫有机 就是什么 肥料 是的 最好就是动物 人 那些 有机的肥料 天然的肥料 就是说 我们同样都会的 你是会被潑这些水的 那些叫什么 是的 粉 和尿 是的 我们这个过程 原来是什么呢 所有这些伤害 所有这些攻击 都是叫我们成长的 不过你一定要过关 Amen 是的 所以为什么你要扎根在教会里面呢 你做兔子基督徒有什么所谓呢 跳下这间跳下那间 没有人认识你的 你又不用服侍 你又不用跟人有关系 是不是 你又不用 又要我短孙 这么难拿嫁 是不是 我留好去泰国 旅行的 所以 没有人逼到你 你不回来 但是你不是了 你一回来 就会有人看到你 为什么你这个女主日没有回来 你家序为什么不来 是不是 很大压力 祈祷会不到 是不是 其实他是想给你压力 还是他想你生命绝壮成长 在这里考虑 是的 如果教会是你的家 其实 就是你来到 是家事来的 每一个会议 每一个祈祷会 是家事来的 关不关我们的事呢 如果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就不是家人 如果我们是家人 就是关我们的事 因为我很要知道 我的家发生什么事 会不会 你老公 和另一个女人出街 你会觉得不关你的事呢 如果可以的 你就可以了 是的 OK 好 所以第一件事 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有信心的思想 好 第二件事 我今天讲两样而已 所以OK的 是的 希望下次再讲其他两样 第二 你有信心的眼光 跟我说 信心的眼光 很重要的 我们看 看些什么 是的 原来有两种的眼光 第一种的眼光是肉体的眼光 第二种的眼光是熟灵的眼光 熟灵的眼光 我就加了下去 叫做第四度空间的眼光 什么叫做第四度空间呢 梵哥就经常形容第四度空间是什么呢 那些呢 听到的时候 进入第四度空间 其实不是 我自从金牧师说 自从金牧师说 第一道空间就是点对点 就是连条线 第二道空间就是很多个点 很多条线 第三道空间就是这些点连一起成为立体图形 就是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形有质的东西 但是世界的东西都是什么呢 带给你负面的 带给你呢 就是觉得有一天都会毁坏的 有形有质 有一天都会毁坏的 第四度空间呢 就是熟灵的空间 是看不到的肉眼 但却是存在的空间 所以 赵荣经牧师常说 鼓励我们 你不要用眼睛去看 你用熟灵的触角去看 所以第四度空间的信心 好 圣经里面有两个例子 一个就是夏娃和亚伯拉罕 夏娃和亚伯拉罕的分别是什么呢 夏娃就在《创世纪》三章六节那里看看 于是女人见到那棵树的果子 好作食物 有一月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 智慧 就扎下果子来吃了 又吸她丈夫吃 她丈夫也吃了 阿们 于是中了招了 其实她是不是魔鬼带她看这棵树 她刚好去看一看 所以就中招了 不是 其实 她已经一直看着这棵树 她已经觉得 哇这棵树真的很漂亮 果子又大 但为什么神不让我吃呢 是不是 其实在一直看着 不过没有人叫她 那就不敢吃 刚好有个志同道合的 是不是 就是刚好 跟同 就是 都是 其实魔鬼带有她很容易的 所以你走过一些大减价 我走过一些大减价 现在都 都要小心 再多看两眼 我都会很容易的 售客一说我就买了 所以 我们都要小心 夏娃就是这样 于是 于是 撒旦一出来的时候 那一条写出来 夏娃就中招了 是不是 就是因为她看什么 阿伯拉罕同样都是看 但是她用盼望的眼光 仰望的法则 不如一起说 仰望的法则 仰望的法则 对了 那神就应许阿伯拉罕 就告诉她 阿伯拉罕 你会有一个儿子的 当时75岁了 75岁 她说 很开心啊 神啊 你真的给了一个儿子 我说 不停等 那就是沙漠 昨天跟世宴聊天 她说沙漠的星星 很大粒 很多 坐在沙子里 然后你的手一摆上去 就像一堆星你拿到的 很近很近很漂亮 她说 坐沙漠三个小时 看星星 我说你就好了 我也很想 就是这样 马伯拉罕那天 我一等 就等了 二十五年 就是看着这些星星 因为神里说的 我的子孙 好像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那么多 哇 那么多 我现在一粒都没有 但是还要什么呢 我已经75岁了 是不是 她的太太撒拉 也都过了生育的期 那就是什么 人看来是绝望的 人看来是没可能的 但是阿伯拉罕看的是什么呢 盼望 所以这个就是仰望的法则 当她看到这个异象 当她看到这些星星的时候 她就想起神的说话和应许 她就相信这个应许 并且她看到这些星星是会怎样呢 是的 她说闪闪闪闪 接着是会对她笑 接着就会对她说 爸爸 我在这里 是的 你能不能看到这个异象 你能不能凭信心 可以看到这个异象 那很奇妙 就是到100岁的时候 神就真的似给阿伯拉罕有个孩子 并且 是的 成为多国的父亲 阿伯拉罕 阿们 正因为信心 就是因为她有盼望的眼光 所以 今天就是我们怎样去回应呢 我们怎样 听了之后 我们的想法是怎样呢 我们的眼睛 是在看着问题 还是在问题当中看到出路 问题的里面 看到出路 你看着一个很棘手的难题 你能不能看到盼望 你看着一个很激心的孩子 你能不能看到盼望 你能看着一些很难搞的东西 你能不能看到盼望 预备 是的 我很想和大家最后一个经历 一个见证 就是呢 在 在我林生一个月 就是第一个孩子 神改变了我生命之后 开始 我愿意要小朋友 我以前是不要小朋友的 是的 我未信耶稣之前 我不想要的 因为我觉得人生是一个苦难 我不需要再做一个苦难的循环 是的 停了去了 算了 但是呢 相信耶稣之后 原来人生是有盼望 人生是喜乐的 原来孩子很有趣的 就是这样 于是呢 就开始想要了 那一有了第一个孩子 就是林生 那我呢 就是 姐妹鼓励之下 我要自己去照顾 于是呢 我就 递了一份辞职信 那就是林生那个月 我就辞职 加上神夫召我 全时间服侍主 于是我就决意 照顾家庭 服侍教会 卫生 在神的国里面 那是不是应该好好好 我开始了 是不是 很多女人目眉以求 可以照顾家庭 是不是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嗯 以为人以为最稳团的时候 试验就来了 嗯 那些粉就涨下来了 是的 突然间有一晚 听到一个噩耗 就是呢 Heaven说 他公司的partner 走了老 亏空了公司所有的钱 收回来的支票 全部拿走了 但是 保险公司的数 全部都还没给 又不知道 那个partner 走了到哪里 那一刻 我听到之后会怎样 但很感恩 我们的长徒 王医生 在我们信主的时候 已经打了我们的底 就是刚才有一个例子 他说你服侍主要吃铁打丸 就是一声吞掉 另外就是很多问题发生 小的问题 小的祝福 大的问题 大的祝福 不要问为什么 你吃白饭会生黑头发 他说医生 他都解不了我 我更加也解不了 对不对 然后我就吃了下去 于是他说 还有 不要埋怨 不要埋怨 埋怨 经历不了神迹 于是呢 又不能埋怨 那又不敢跟别人说 真是不敢跟别人说 你是保险公司 Kiven那间是 你跟别人说 那些客人还敢跟你买 对不对 又不敢跟别人说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 只是找一个人 就是我的家长 Hilgo 我只是找他 Hilgo软宜就为我们两个祈祷 那我已经来了荃湾 其实那时候 刚刚来荃湾 预备服侍 那 接着找他们祈祷 Hilgo就看到一个图画 他就说 看到一个白色的大笔像 很大 但是一路一路走 越走越远 最后消失了 那 我不知什么意思 他就解释了 他就说 其实你的问题好像很大 但世界上是没有白色的大笔像 就是说 这件事好像存在 但又会慢慢走过去 会消失的 是不是很抽象 那我当时选什么呢 我仍然是选相信 于是 我每晚就跪在书房 其实肚子已经很大了 已经就生了 每晚我就跪在书房 我会流泪 我不埋怨 我不埋怨 我不问为什么 我就是主 我现在明白 什么叫钱有亦会非 什么叫钱会受坏 唯有神力的国 是永远长存 我明白圣经 我跟主说 但是 可不可以帮我 离开这个困难呢 因为 很可能要典当所有的物业 去常还这些钱之外 未必还得完 那我就要破产了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我又第一次迟迟 我又生了 那屋都没得住 我真是 人去到突然间 绝路的期间 但我仍然选择相信 因为我相信 神给我家长的图画 是不会假的 我于是我每晚就宣告 这只大笨像要离开 我每晚就鬼道跟主说 这只大笨像要离开我 但是荃湾教会里面 所有的人 不知道有这件事发生 看不出 我又遇到这么大的问题 但是我只是有一次 在车程里面 我小声跟范哥说 范哥其实我遇到 这么大的问题 范哥就问我一句 用不需要帮你 我说不用 我相信神会帮我 结果 神真的带我 这件事是完全越过了 并且 21年了 我的女儿21岁 就像以色列人在抗野那样 鞋子没有穿 衣服没有难 是不是 有衣有食 并且很好 感谢主 所以今天 我很想鼓励你们的姐妹 你看到你的艰难 我不知道有多大 我不知道你们的痛有多深 我昔日走过这些路 我知道 但是 我鼓励你 第一你要跟神说 第二 跟你的家长 你的祖像说 不需要 是不是全部人都知道 不需要 如果可以的 分享出来 你在小组里祷告 但如果不是 你就紧紧捉住 相信 神的应许 并且你有图画的时候 你就捉住这个图画 你就一直为这个图画祈祷 就是等于我看到我哥 他一个很硬的 就是查理士布朗神 我哥是 就是一坨骑的 我哥以前很帅的 是很硬的 是硬汉子 但是我祈祷 祈祷 我突然间 让我看到这个图画 我哥跪在那里 举起手敬拜 流眼泪 哇 我立刻捉住这个图画 我很厉害捉住这个图画 那我捉住 我就每一朝宣共 每一朝宣共 很奇妙 今天我哥哥 如果认识我哥哥的人 他一提起耶稣 他会怎样的 他立刻眼泪濕了 流眼泪 就是我昔日看到的异象 所以在主里面 你只要能相信 只要能相信 是什么 神是 凡事都能的 Amen 将你一起起身 有一首诗歌 我在印尼那里学回来的 我很想一切的回应 就是 透过这首诗歌的里面 你想起你生命里面 你现在遇到的 有什么艰难的事 你求主帮助你 你不是只望到艰难 你要望到艰难 背后神要给你的祝福 和出路 是的 这个出路 是信心之路 Amen Hallelujah 没有人能与你相比 主耶稣 你深深爱我 没有人能与你相比 主耶稣 你深深爱我 Hall 당연ten愛我 酷 主你采絕 蝙痣 却能 iba hein 改变我 归附我生命 主我曾相信 你奇妙的爱 你全能生守 更新我生命 主我曾相信 你分有能力 你全能生守 祝福我生命 没有人 能与你相比 主耶稣 你深深爱我 我会有你 去全能生守 回应我 你心的符号 没有人 能与你相比 主耶稣 你何等爱我 主祢是 全能一致者 改变我 恢复我生命 主我曾相信 你却表达了 主祢是 全能一致者 改变我 恢复我生命 主我曾相信 你何等爱 主祢是 全能一致者 主祢是 全能一致者 主祢是 全能一致者 你很想和主耶稣再次重建这种关系 重建这种关系 或者你是未曾决志 我邀请你出来 我邀请你出来 和耶稣建立这种关系 是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他 让他去掌管你的生命 让他可以使你的生命再不一样 我邀请你出来 我前面 是的 我邀请你 是的 或者你离开了主一段的日子 你是很想这一刻 我重建和神这种关系 我鼓励你出来 我鼓励你出来 是的 又可以邀请我们当中 有新朋友 来 你出来 是的 我邀请你出来 你再次在主里面 和主建立这种关系 就是你愿意再一次 将你的生命交给他 让他使你的生命 只要你愿意交给你的生命 在主里面 你的生命再不一样 哈利路亚 又或者你曾经怀疑过 你曾经怀疑过 就像我说 为什么一起听道 但是会有不同的国效 因为你未有信心去承载这个道 所以 所以 人家很多经历 你觉得你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你不行 是因为你的信心未够 所以我鼓励你和人家出来 你出来 我们特别为你们去祷告 不是你特别责 不是 是我们每个都经历这些过程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这个熬练的过程 在这个熬练里面 我们需要有人为我们祈祷 在这个艰难过程里面 我们需要再一次去认信 主要我信不够 你帮我 你帮我 我同样经历过这个熬练 但是我知道 唯有耶稣是答我 唯有耶稣是我的出路 所以我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无论多大艰难 我捉住耶稣 我不放弃 我不放手 因为 祂必定引领我 带领我离开这些艰难 哈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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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为出对您的第一支枚 口告 不如邀请您跟我祈祷 好吗 好 主耶稣 我多谢您 我今天听到这个信息 我知道 您爱我 我人生遇到很多风浪 很多不同的艰难 但是主 我今日仍然相信 祢爱我 祢没有离弃我 我愿意再一次接受祢 进入我生命的里面 作我的主 带领我的人生 使我人生再不一样 主耶稣 我求祢拿走我里面的不信 怀疑 灰心 失望 我求祢用祢的补血 现在来洁净我 洗去我这个不信的罪 主耶稣 我再一次欢迎祢 做我生命的主 我多谢祢 不要放弃我 仍然爱我 直到永远 多谢祢 听我祈祷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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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真相信 一起表达了 我们一起 你全能上手 愿是我生命 祝我真相信 你万有两年 你全能上手 祝福我生命 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 为大家祷告 主耶稣 我奉祢的名 释放你的信心 临到我们的里面 之前的一寸不信 怀疑苦毒 我奉耶稣的名 现在要离开 离开 离开 离开我们的顶姐妹 特别有些新来的朋友 我求主 你现在的平安 口口的充满他们 充满他们 好像昔日你的平安 环绕我哥哥一样 主耶 这个平安是环绕他说 三日三夜 没有离开过他 主耶 当那刻 其实他太太要跟他离婚 但竟然他说 这个平安是大到 三日三夜 纏绕着他 并且 今天 他可以夫妇一起服侍 是神职 所以主 我就求你 释放这份平安 现在临到我们的当中 主要让我们 就是有些事情是无可能的事情 是可以发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 是有些事情 我们曾经觉得是 没有盼望 没有希望的 同样可以 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 主 你就释放这份信心 再次临到我们的里面 我奉耶稣的名 撒旦 你偷去了平安 偷去了盼望 偷去了信心 我现在说要复患了 主 我多谢你 释放这份信心在我们的里面 多谢主 赞美你 赞美你 多谢耶稣 哈利路呀 多谢主 再一次在这个宣告 祝我真相信 你却表达了 你全能双手 相信我相信 祝我真相信 你却表达了 你全能双手 祝我真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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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却表达了 你全能双手 更新我相信 成为你的宣告 成为你的宣告 祝我真相信 你全能双手 你全能双手 祝我真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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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呀 主耶稣我奉祢的名字 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 主呀 今天的话语 要得中在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 主呀 并且是这个小种子 能够发芽 生长的 是那些烏鸭 不能够担去这个种子的 这个信心的种子 就是灾植在耶稣的好荣的里面 所以主我求你 祝福我们弟兄姊妹 有一个顾目 每日读圣经的习惯 以至他们 是在主里里面 是可以生根 可以建造的 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的 主我们多谢赞美你 多谢你听我们同心合义的讨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哈利路呀 荣誉归给耶稣 多谢主 哈利路呀 Amen 好 那我们聚会来到 最新闻的